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來繼續玩的大學系列 哇,超難得的耶 這個地圖竟然是晴天耶 大晴天,真的很難得啊 是因為小花精的心,變得比較開朗了嗎? 可能是,雖然說蠢子已經回來了 小花精應該要很開心 可是啊,蠢子沾望了他 然後我看到了,爽! 小花精的老爸,怎麼在門口 我感覺他應該很擔心兒子啊 他在想說,小花精到底在幹嘛 白濃濃把自己弄死了有沒有 好吧,小花精的個性,不會想理他爸的 對,剛講到就是,蠢子 他已經忘記小花精了,他不記得他 而是啊,不記得就算了 他現在在討厭小花精啊 他們之間的關係變成紅色的 天啊 然後小花精現在對蠢子應該是很患得患失的狀態吧 所以他真的是完全不敢讓蠢子出門 完全不敢讓蠢子離開他的視線 我們小花精來道歉一下好了 跟他說,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你不可以離開我 你不可以離開我們的家啊 對,因為小花精其實 我覺得他已經不是那麼理智了 他會有點瘋瘋癲癲癲這種感覺 畢竟他經歷了這麼多 要看到自己最愛的人 在生死之間徘徊對吧 應該受到很大打擊啊 所以他現在就是整個把蠢子 關在他家裡,不讓他出去 他說,你不要怪我 對不起,我都是為了你好啊 你想我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就是不能讓他離開我好嗎 拜託,乖乖待在我身邊 怎麼樣蠢子會聽他的嗎 我錢在電台耶 蠢子該不會想辦法逃脫吧 是這樣嗎 然後突然看到我包包裡 這個娃娃耶,大家也記得嗎 他們以前去遊樂園的時候 的獎品啊 我們把這個送給蠢子好了 蠢子會接受嗎 不知道耶 天啊,他們現在的關係真的是很尷尬 我們來送這個超可愛的娃娃 這個娃娃其實長超像賞王金的 大眼睛,容易臉紅 好,送給蠢子喔 他說這個給你 我想你應該會喜歡的 怎麼樣 蠢子喜歡嗎 欸,蠢子喜歡耶 好,太好了 我想給他點空間好了 我想應該還是無法理解 掃王金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害怕他離開他 對啊 因為掃王金現在的情形 是完全不敢讓蠢子離開他的視線啊 是不是 我們先去上個廁所 然後洗個澡好了 因為他超累了 蠢子在做伏地挺身 他該不會想要變長壯吧 變長壯然後 然後衝出去之類吧 是這樣嗎 我們掃王金要怎麼樣 是否讓蠢子回復記憶啊 其實我們應該要帶他去以前去過的地方 是不是 帶他回大學 可是掃王金可能有點擔心啊 他可能擔心回到大學如果遇到 他哥怎麼辦 如果遇到子澄怎麼辦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應該是完全不想讓子澄知道 全子復活了吧 我覺得他應該是這樣的心情耶 因為他可能怕說如果 子澄知道他妹復活了 可能要把他帶走啊 然後這是他最不想要發現的事情 他現在應該是絕對不會讓任何人 把蠢子全到身邊搶走吧 是吧 應該是這種很瘋狂的狀態 我蠢子來看畫像耶 真的耶 還在想說奇怪 這些畫我怎麼有這種熟悉感 到底怎麼回事 都是塵子畫的啊 全部都是你畫的啊 然後他的照片都是塵子拍的 哇他出來了耶 小王丁說你還在生我氣嗎 他說好都是我不好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不要生我氣好嗎 塵子丁想說 我現在被這個奇怪瘋子綁架 還是不要隨便頂裝他喔 小王丁跟塵子說 所以 不要怕我啊 跟我相處 你應該覺得開心吧 哇然後跟小王丁問他說 所以 你覺得我有趣嗎 我是個有趣人嗎 你喜歡跟我相處嗎 然後塵子說 不 Golden 我對你沒興趣啊 天啊 他說 你討厭我也沒關係啊 但是 你還是要待在我身邊好嗎 要不怎麼做你才能開心點 塵子說 除非也讓我出去啊 帶這個小家老大大快瘋了 我想看一下外面怎麼回事 也許小王丁給帶塵子出沒一下 對 不過前提是 他一定要帶著他 我小王丁 對他發脾氣嗎 他說我不讓你出去 就是為了你好嗎 你懂不懂 啊小王丁不要再發脾氣了 忍耐啊忍耐 塵子一定覺得 這有點果然很奇怪啊 我還是不要隨便忍他先氣好了 等一下老司票之類 因為塵子可能以為自己被綁架了嗎 小王丁說對不起 我剛剛不是故意送你的 原諒我好嗎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帶你去買衣服好嗎 我的漂亮女孩 應該要穿漂亮的衣服啊 我塵子生氣了 他說 誰是你漂亮女孩啊 你這個變態 哇等一下 他讓我跑出粉條了耶 欸真的耶 所以塵子雖然是討厭他 他們有一條是紅色的 可是 他們跑出粉條了 天啊 這塵子的內心 忽然是喜歡小王丁了吧 對吧 他的記憶可能沒有了 可是他內心 他靈魂深處 我還是記得 真的耶 好吧 我們塵子就答應塵子了 那我們帶他出去買個衣服好了 對啊 說到要做到 哇 塵子還打他耶 哈哈 那為什麼要先給他打野笑 也沒有反抗 也沒有發脾氣 還是沒關係 你要打就打我吧 這樣能讓你開心就好 好吧 那我們出門吧 剛好現在是晚上十點 他應該也會選擇在這種奇怪時間帶錢的出門吧 你知道可能比較沒有人會看到塵子 是不是 好那我們走吧 不過他們兩個人竟然跑出粉條了耶 太棒了吧 天啊 那我們去這個大賣場看好了 看好什麼衣服 走吧 好那我們到囉 現在就不晚了 還有人在嗎 還有電源嗎 還有營業嗎 好像沒有電源了耶 糟糕 沒有關係 先過來這裡 怎麼樣了 塵子 出門開心嗎 其實塵子以前也會跟佩君 跟那個俗華怪姐逛了 不知道他也記不記得 小年會享受我好好看的塵子 不能讓他離開我 小毛巾像是塵子變成這種 很不健康的過度保護一種感覺啊 不過也是可以理解的啦 好那我們看一下 有什麼適合塵子的衣服嗎 怎麼樣 有什麼好看的嗎 有人體模型跳舞是什麼 OK對他跳舞喔 太有笑了吧 這什麼奇怪的互動 真的耶 就是那個表情想說 這個人果然怪怪的 他還做什麼 哇 哇 剛剛門外是不是有人 用掃把飛走了 有沒有看錯喔 太好笑了吧 結果還是有電源在耶 太好了 好像會掃金 我覺得他可能會 買這種很基本的這種衣服吧 可以購買嗎 其實很跳舞為什麼 哪個是可以買的 我們直接買 迪爺的衣服喔 好像買個這個薰香蠟燭好了 這絕對是為了塵子買的啊 不是我的私心 然後還買個這個衣服 等一下啊 大家看 這個是誰 紫辰耶 欸 紫辰站在這裡出現耶 太吵了吧 半夜11點耶 我掃金故意挑用奇怪時間 才敢帶塵子出門啊 現在掃浴紫辰耶 我的天啊 怎麼辦 掃金可以把塵子快速變走嗎 我覺得他一定不願意讓 他一定不願意讓 讓那個啊 讓紫辰看到他 糟糕了 糟糕糟糕 紫辰要進來了怎麼辦 快點 小丁在塵子進來 進來更衣間 過來這裡 快點 啊 紫辰有沒有看到他 紫辰有沒有看到他 他好像還沒看到塵子 嗎 好像還沒有嗎 然後塵子也沒反應耶 塵子看到紫辰沒反應 所以塵子果然是臉 欸 紫辰都不記得了嗎 是這樣嗎 不知道耶 天啊 我掃金再來道歉 掃金每次看到塵子上的道歉啊 怎麼樣 紫辰沒看到 紫辰沒看到 好像還沒有耶 就拜託 不要出去 跟我們待在這裡拜託 其實一定覺得他很奇怪啊 對吧 紫辰過來 喔 店員過來了 他說 謝謝小姐 這個是給客人換衣服的地方 遠不可以占用這裡 如果不換衣服的話 遠不可以占用這裡 有沒有 就聽人這個表情想說 不要在更衣室裡談戀愛啊 好美女 我喜歡你打亮啊 更衣室就我們用一下 怎麼樣 紫辰有過來嗎 還沒有 他有看這裡嗎 好像沒有耶 所以紫辰是怎樣 半夜自己過來這裡 逛街喔 怎麼那麼孤單 身邊也沒有人耶 等一下啊 他們出門了 不 我被電影趕出來了 糟糕 糟糕 他們出來了 紫辰 喔紫辰看到了 天啊 紫辰真的看到了 但你想說 我有沒有看錯喔 我不敢相信我眼睛 有沒有看錯喔 這是 這是辰子嗎 這是我妹嗎 天啊 天啊 然後旁邊那個是誰 那不是那個 死小子嗎 那為什麼在這裡 然後沈子看到紫辰呢 一個淡淡的微笑 沒有過多感情的微笑 我紫辰過去了耶 欸真的耶 怎麼辦 想我今天很尷尬 好想要說什麼 然後紫辰 抱了沈子 天啊 很想說 乖妹妹是你嗎 是你嗎 我沈子嚇一跳嗎 想說奇怪 這個人會是你嗎 我想要抱我 有沒有 我紫辰想說 到底怎麼回事 欸沈子真的嚇一跳了耶 他不要跟人嚇到了 想說 我剛剛有那麼熟啊 不要抱我好嗎 他很想說 怎麼一清醒過來之後 身邊的男人 每個都怪怪的 有沒有 每個都要很熱情啊 沈子應該很疑惑吧 所以到底記不記得紫辰呢 看樣子也是不太記得了 他說到底怎麼回事告訴我 那本人是沈子對吧 沈子不是過世了嗎 你把沈子骨灰坦帶去哪來了 做了什麼 他說這個事情不用你管 離我們遠一點 我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情 紫辰應該非常疑惑吧 他說快點告訴我 他真是沈子嗎 快點告訴我 知道還怎麼回事 真是沈子嗎 他不是死去了嗎 為什麼活神仙的好好的站在這裡 想完靜說 你原不是已經幫他辦了葬禮了嗎 你原不是已經當作他死去了嗎 你原不是已經放棄了嗎 你就當作他已經永遠死去好了 不要再找我們了 我們不想看到你 他說怎麼肯欸 世界上真的有復活這件事情嗎 告訴我怎麼回事 然後沈子過來了 他就想說是怎樣 這兩個男的 到底我該相信誰的話 小靜說乖不要聽他的 我們回家好嗎 紫辰說快點跟我走啊 你是我妹妹 這個人 他是你的敵人啊 這個人就當作害你死掉那個人 知道嗎 離他遠一點 沈子你想說 我死過了嗎 我死掉了嗎 可是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沈子應該滿心問號吧 天啊 不知道我相信誰 喔然後沈子兩個人不想理欸 欸他走掉了欸 他要去哪裡 我要去上廁所 好沈現在 我就想進去管不了那麼多了 他可能想說不行 我不會讓他帶走沈子啊 所以 我們直接來用個魔法好了 可以奪彩施法嗎 不要被看到了 我們過來這裡 我們施法可以多遠 我們可以心智控制欸 好我們試一下 如果買個心智控制呢 會怎麼樣 我們的城東控制 紫辰嗎 天啊 他覺得魔法這件事滿方便的欸 但是拜託看著你其他哥的面相 我不想傷害你啊 離我遠一點 怎麼樣 紫辰被我們控制了嗎 我整天給叫做煮菜 叫做清理 上船睡覺 好我們就要睡覺好了 紫辰去睡覺吧 紫辰去睡覺吧 潘妮想就習慣 我怎麼突然動不了了 怎麼回事 我想要轉頭啊 我想要看我妹啊 為什麼動不了了 啊 哇 我昏倒了 好趁現在 趁現在 好那麼想我今天在沈子 逃回家好了 天啊 還沒有想到這麼臭巧欸 居然剛好遇到紫辰欸 怎麼這麼巧啊 實際也太小了吧 幸好我早已經會魔法了 所以可以 所以可以讓他睡著啊 天啊 所以看樣子 沈子好像也是不太記得 他哥了 可是他也是 被爆了他也沒有反應 所以他可能是覺得說有點熟悉感 可是說不上來這種感覺嗎 好那我回來囉 這一套 我們當作是小黃金 幫沈子買的衣服好了 就是非常的 小黃金style啊 是不是 就是他會選的衣服 沈子應該去那邊疑惑了吧 看他表情超疑惑的 我小黃金過來了 包包沈子 沈子也給他爆了耶 欸沈子竟然沒有抗拒耶 沈子不是很討厭小黃金嗎 他說謝謝你 謝謝你還在我身邊啊 謝謝你沒有離開我 拜託不要離開我 如果你離開我可能會活不下去啊 所以看來沈子也沒那麼討厭他啊 不過沈子一直以為他是綁架哈人 可是他現在對他的好感 就是所謂的 思哥的摩爾症候群嗎 小黃金幹嘛 要露出調皮本性了 可能想我逗沈子開心吧 好 那麼來跟沈子盪個秋千好了 然後他可能想說 糟糕 現在被子弦發現了 那怎麼辦 我今天還安全嗎 是不是應該要逃走啊 哇 然後小黃金感到非常的 非常的受愧耶 他可能想說 怎麼會 怎麼會那麼剛好遇到他 他早知道就把大叔們了 他可能這樣想的啊 我捨問他們用不了嗎 奇怪 這個推搭諾群的這個互動很怪怪的 他有沒有反應啊 好吧 讓他們一起當球籤好了 其實想想也是啦 因為沈子醒來之後 第一個人看到這小黃金 可能不知不覺當中 對他有情境感了 好小黃金帶沈子回來家裡囉 然後按照慣例 全部所有人啊 所有人 誰都不准進出 連他自己都不用進出了 所有人 然後他可能想說 那怎麼辦 這地方可能不安全了 我要帶他去哪裡啊 我可以帶我女孩逃去哪裡 有哪個地方我會發現的 因為他應該很怕沈子被紫城帶走啊 好我們解釋完了這裡好了 我們下次再來繼續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我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아�Sch - 字貓 - 乖 - WordPress - 回 - 回 by bwd6